詞曲 李宗盛 然後我記得這三句話 然後在念的時候就知道 這一段是屬於哪一句 這樣的話才有一個線索 那麼第一個就是 澄清基本概念 你在《七十段上下》 反反覆覆 有些詞啊 他們畢竟都好詞 一再的說 什麼叫做集中鬼令 什麼叫做地 什麼叫做神 這些基本的概念 反覆地在說 有時候很多人覺得說得太多了 但是在提供很多人做研究的一個材料 因為很多概念 你要放在不同的脈絡 它就有不太一樣的意思 所以呢 他們在《七十段》裡面 是代表了儒家的作品 第一個 澄清基本的概念 因為《易經》是一套特別的學問 跟其他的學說都不一樣 有自己的一套材料 有它思維的邏輯 也有它所要展示的效果 第一個 反反覆覆覆的澄清基本的概念 第二個 它是要打通天人之地 我們在第一天上個就說 《易經》是要觀察天之道 安排人之道 那麼這個天是整個大自然 古時候蔣天可以包含天地 整個大自然在那裡 所以天之道就是一個自然界運作的模式 它的道就是它的規則 你把自然界的變化 它運作的模式掌握住了 用來安排人類生活的方式 它目的很簡單嘛 讓人活得比較平安 比較快樂 我們常說天道無吉凶 天道是一個運行的客觀規律 任何一個掛 它都有存在的必要跟它的價值 那麼吉凶來自於人的慾望 人活在世界上 得到很多人支持就是吉 膽知就是凶 這是最簡單的 你有人 我們說有土食有人憂 有人食有財 什麼都來了 一個人受歡迎 要怎麼有土 可是這種吉凶是就人的世界來判斷 會有得失 會有鬼令 這些 那麼打從天人之際呢 在每一段幾乎都會有類似的含義 第三是要展示神妙境界 有一個形容詞 像神無方而一無體 任何事情都可能出現 永遠 永遠不要去說 將來會怎麼樣 所以你能夠掌握的只有 它的變化 這個事實 那人要怎麼樣才能夠因應這樣的變化呢 讓自己處於一種 完全不會危險或失敗的情況 所以裡面就會提到 人的三方面的努力 一個是修養德行 一個人德行好的話 任何事情他都會從正面來看 就好像一個人 我們現在常說正能量 正能量 不是聽別人講一句話 看一看這個網路上的三分鐘影片 就覺得受到感動 最近我也看到 有人就看一個三代米的故事 講一個大陸的學生 非常窮 父親也少事 媽媽就每天到隔壁的村 去叫飯 讓小孩寄給你免費 中學時代交不出錢 每一次交給學校的米 都是混雜的各種 負責收的人都說 下次不收 他只好說出事情 說他對人家要來的 他沒有選擇的意義 要不然小孩就要休學 要幫媽媽的忙 這樣子 結果畢業的時候呢 考上清華大學 畢業那一天呢 校長就在台上宣布這個事情 看了之後 看了之後 很難不掉眼淚 然後呢 三分鐘之後 又看別的東西 又笑了 所以你要從外面得到 能量的來源 那是一種幻想 很多人說 心靈雞湯 就這意思 喝碗雞湯 有精神 那幾分鐘又累了 最好的方法當然是培養德行 德行高的人 他根本對許多別人認為可怕的 委屈的 保密的事情 根本是四個字 與險如疑 再怎麼樣危險 歐巴當的平地一樣 認為人生本來就有這些趨於哲哲 很多人都幻想 有一個平安的世界 安全的環境 我告訴你 只有人類以來 那是幻想 那永遠不實在的 真的讓你平安的話 不要一年 很多人都活不下去 為什麼 你知道明天會發生什麼事 你還可以忍受 你知道 以後每年都會發生一樣的事 你活得下去嗎 從富而乏危 所以為什麼 先進國家的人 物質非常豐盛 社會非常的穩定 但是自殺率特別高 所以完全不需要羨慕別人 你活在這個世界 活在這個社會 就面對他 你要逃避移民 移民到國外會比較好嗎 天之道 只有自己知道 只有自己知道 回來的時候 跟家鄉人炫耀也一樣 如何如何 然後呢 回去之後呢 做不到幾等公民 也沒有人知道 也沒有人在乎 我在美國念書 最怕聽到美國人講一句話 I don't know and I don't care 也要跟我談的問題 台灣的問題 我不知道 我也沒興趣 我在歐洲教書的時候 在荷蘭進來看看電視 還有新聞的時候 報到亞洲氣象 我說你注意看 結果發現 人家那個世界地圖啊 沒有台灣 你們明明說 這裡應該有一個台灣啊 是我的家鄉啊 亞洲地圖列出來 沒有 你去抗議嗎 說實在 別人真的不知道 你要抗議什麼 我第一次到美國念書 耶魯大學 很好的學校 到了西里 住教那邊去 來報照 他說你從哪裡來 我說你從台灣 哦 泰蘭特 他知道泰國 因為曼谷啊 常常讓美國人拍電影 所以曼谷 大家都知道 泰蘭特 你說台灣 別人以為是泰蘭特 我還比你更強調 No You're free China 像是1980 我跟他說 這裡有中國 哦 好像有點熱 不太一樣的 這就是我們的處境 喜不喜歡 都是事實 你只有跟他一起生活嗎 有什麼要抱怨 你天天抱怨 抱怨到最後發現 從憤青變成憤中 變成憤老 年紀很老了 還在生氣 這個那個 修養 德行 沒有第二句話 所以一個人不培養德行 而德行是由內而發的 他一生啊 就是鬧劇 發了 鬧劇 真是如此 就跟我說 我住的地方 對面有一對老人家 那個老先生 以前很有身分的 因為早些年 過年的時候 過節的時候 很多人都到他家送禮 感謝他以前的栽培 譬如說是在銀行 借一個大人物 譬如說在家裡面 跟太太天天吵架 每天都說我死了算了 為什麼 不念書嘛 不思考 也不去培養德行 當公務員的時候 當到某一個階級的官 多方便啊 住民有車 隨時有人侍負 提拔幾人 就好好改變一輩子 他需要培養什麼德行呢 沒有 退後下來之後 面對一個小小的家庭 才知道人生啊 步步艱難 所以很多日本老女人啊 先生退休之後 就跟先生離婚 為什麼 他以前先生要上班 我沒場可以忍受你 只有你回來看 幾個小時我沒有忍受 一上班解脫了 開心了 退休之後 天天在家 離了 離了之後 做老太太的 絕對有能力自己生活 做老先生呢 就慘了 德行 所以人如果說 人性向善 你不培養德行 就只能說可憐 但是可憐之人 必有可恨之處啊 第二什麼 培養能力 能力是你學來的 我們常常羨慕別人 哎呀這個人外文很好 會講英文會講法文 他身家還會的嗎 他是學來的 你沒看到別人下功夫的時候 我到現在能認得幾個拉丁文 也是中學時代念的六年 拉丁文啊 外國人都不懂的 你要努力學才會的 那麼 你不努力怎麼會有能力呢 第三個呢 是智慧 這位就是 你要把你的時間 用在哪些地方 哪些人身上 你可以判斷 用在某些人身上是浪費 他也不會珍惜 也不會感恩 用在另外一些人身上的話呢 好 是培養人才 這需要判斷 這需要判斷 這判斷最難的 為什麼 因為人很容易心軟 孔子說過 靜潤之戰 膚瘦之樹 不形煙 可以為泥移 而如故然 每天像這個 靜潤 濕了水 讓你慢慢靜潤 然後給你靜殘岩 每天給你說 張三的壞人 張三的壞人 你不受影響 膚瘦之樹 拿一根針 要刺你的皮膚 那可是很緊張的事 但是你不受影響 這樣才能夠有名 世人之名 能夠看到很清楚 誰怎麼回事 做不到 我在台大教説幾十年 我還記得有一次 有個學生過 我說老師 你知不知道 有幾個研究生 常常在被我罵你 唉 趕開一點 這個人哪個被我沒有人罵 不招人計是庸才 好強 第二天把學生找來 是誰罵 又有智慧 罵你的人是誰 根本不重要 他就希望你回首 你回嘴 提高他身家 哪一個人講那些話 他根本是不在 他心情不好 他就隨便講 正好人道理 會不會講講你嗎 你何必在乎 居然還有人在網路上 看到有人霸凌 那最後 不顧父母生養之恩 不顧其他朋友的情意 就不想父了 智慧 所以現在人的問題 老的到少的都一樣 上不在天 下不在天 中不在人 內不在己 簡直是一個盲目的 浮游的靈魂而已 有個靈魂都是問題 屈可而已 所以我們在這個時代 你要記得 《義經》裡面說得很清楚 德行、能力、智慧 是每一個人都要有的一則修養 好嗎 你如果要擔任社會的領導 領袖的話 並且你將來 必然成為社會的領袖 人也能造你們 比如說你組織家庭 你就是一個領袖 要照顧一家人 但是你有沒有準備好呢 太難了 好 我們現在就看《義經》的戲實段 《義經》的戲實段 在《義經》中 我的夢想要做 有什麼事 也已經有很多事 有時候 我來見《義經》 不在乎 我離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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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乎 有什麼事 我跟乎 我離開了 譬如說,第一句,天尊必卑,乾坤必宜,這是講自然界 第二句,卑高與成,貴賤為宜,這講人類的世界 記得他的結構,先說自然界 因為人都是向外看,看到天在高的,地在低的 就把乾坤定了,天為錢,地為坤 卑高與成,貴賤這兩個字,一定是人的世界 因為,萬物本身沒有貴賤問題 你能說,這個石頭很賤嗎? 這個很無聊,石頭也沒有什麼賤不賤的問題 它也可以在身上 這個貴賤是人在分的 人的社會一定要有一種結構 譬如說,君為貴,那臣就賤 那臣就賤嗎? 你說夫為貴,那妻就賤嗎? 兩個人搭配啊 這邊是三剛五常的思想 這裡面的貴賤,是說社會的現狀 任何社會總要有人當領袖,有人被領導 有統治者就有被統治的,一定的 你不能說,每一個人都要變成尊貴的階級 那大家都尊貴的階級,沒有階級的嘛 是不是? 賤也沒有什麼不對啊 孔子說,無少也賤,有什麼不對 只代表說,我的家裡身份非常卑微,非常貧賤嘛 小孩子面對一個大人,當然養殖民高啊 所以這種貴賤啊,他是一種價值犯,當然沒錯 但是他社會上本來就需要分工合作啊 這個分工也包括誰先負責領導 你年輕的時候被領導 將來你再來當領導 好,急什麼呢? 搞一些學運就能領導嗎? 前輩多的是啊,都搞學運出來的 你問他們,搞學運就可以領導嗎? 不是啊 他只代表一種抗議嘛 抗議永遠不可能成為正面的力量 所以這是第一步 看到天下上、地在下 那人的世界呢?從低到高,貴賤成了 再看第二段 動靜有償,剛柔斷移 這講的是什麼? 我們所見的地上的東西 運動與靜止都有償性 剛與柔就區隔開來了 代表運動是剛、力量 靜止是柔、安靜 後面講的就是人 翻譯那句物語區分 急凶生疑 急凶來了 只有人類才有急凶啊 所以你要看他的架構 看他思維的模式 同樣類別的東西聚在一起 不同群子的事物會分頭發展 產生了急凶 什麼意思? 你從這句話就要學到 怎麼叫急 我跟很多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就快了 我到現在還能記得 我在年輕的時候 幾個好朋友在一起 隨便路邊攤吃個飯 喝點飢酒 就覺得快樂無比 覺得整個天下都是我們 何必跟別人比客觀的條件呢? 所以人與人 為什麼要同聲相應 同氣相全 你何必管別人在什麼領域如何發達? 我們年輕的時候 念中學的時候 完全沒有任何考慮 幾個好朋友在一起 大家是隨便念演藝術 聊天 聊天的時候 這個口氣都很大 只要有我在 如果有我 所以一個人到了八十歲 還記得十八歲的志向 那才是豪傑 通常到了八十歲 都是整個靠飛翁靠月翁 來處理走路 還有什麼志向 接著 在天成像 在地成行 變化漸移 在天成像 在地成行 在天上展示出天節的現象 這個像就是你看到的 太陽月亮 風雲變化 在地上呢 演變為萬物的形體 變化劇場彰顯出來 所以 後面那一句是說 八話的出現 講的就是人間 古人不去思考說 為什麽人有理性 你生下來就是這樣子 你何必問為什麼呢 你又不能倒退回去 有時候人會羨慕 那些無靈的生物 我記得我早年在台灣到處演講 經常半夜啊 坐著車 走高速公路 經過桃園那一帶啊 兩邊都是樹林 常常想說 是一個樹多好 不用跑來跑去 那這人 你真的像一個樹 在一個地方都不跑的話 你也受不了 能跑來跑去 現在想起來是一種幸福 為什麼要不要身體還不錯 想跑來跑不動 那就麻煩了 人有時候會羨慕 你想說 人跟動物一樣 人怎麼會有罪惡感呢 動物愛怎麽做怎麽做 人呢 不行了 稍微跨越紛盡 就覺得有罪惡感 心裡不安心 那看到別人怎麽都沒事 這是每一個人的情況 最後面就出現八話了 各位看 剛樓相模 八話相當 他說 養剛之氣跟葉柔之氣 其實往來交錯 八個單掛 撲槍 撲槍匯一流轉 出現了八掛 後面講的是 乾坤所稱的六個天槍 古字以雷霆 正掛 潤字以風雨 迅掛 日月引擎 日代表離掛 月代表坦掛 一寒一鼠 寒代表更掛 因為寒讓人止步 更讓人停止 鼠代表對掛 因為天熱讓人喜悅 所以前面講到 天真必悲 代表天地乾坤 後面講的六種現象 就是六鬼其他的話 這一來第一段就很清楚 後面也提到 立天之道 約陰已揚 立立之道 約柔已當 列人之道 約人已益 這是說話正前面所說 這都可以連起來 一天之道 約陰已揚 立立之道 約柔已當 約柔已當 列人之道 張海黑 詞《人間的情緒》 詞《秀明天中》 詞《參演者 》《仁然》 《張海》 《文件成本》 《西方》 遂所說 《文件成本》 《《文件成本》 接著看第二段 又講了怎麼是人間的情況 前道成男 昆道成女 前世大使 昆作成物 有些詞啊 同學們要記得 他的白話的意思 前掛所代表的法則構成的男性 昆掛所代表的法則構成的女性 前掛主導萬物的創始 注意 知這個知代表主導 所以以前的官叫知縣 知府 知代表能力 知道才能掌握 它是一切的基礎 知道的用法很特別 在《舊約聖經》裡面 他用知道 用認識代表什麼 各位知道嗎 譬如說 一個人娶了一個太太 那天晚上 他就認識了他太太 代表什麼 代表性交 聖經的用法 在《舊約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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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代表認識一個女人 也代表知道 也是用認識這個意思 我們在《宜經》裡面講的是什麼 前肢 肆代表主導 從這個枝就引申出後面的中國歷代的觀念 用枝而代表 坤作成物,坤化於作形成的妄物 潛以帝之,虧以減能 為什麽我們講義跟減這兩個字呢? 根句就在這裏 潛化以容易的方式來主導 潛化都是羊搖 羊搖代表主動力,無限的生命力 它非常容易的,生命力一旺生之後呢 滿而溢,滿了就溢出來了 所以這個意,坤以減能 這個減代表簡單,同時也可以進入空間 對,在前面的意就變成時間 就在時間過程裡面,情況很容易就產生妄物 在空間的範圍之內 空掛很簡單,它只是接受過來發展完成 接著,繼續發揮 容易就易於讓人了解 簡單就易於讓人跟隨 接著,易於了解就會有人來親近 才可能成就工業 這每一句話都是千采歹歹 所以練的時候,雖然很輕鬆練過去 你一定要仔細思考它的含義 有人經濟,就可以維持長久 有人工業,就可以發展壯大 可以維持長久的,才是閒人的德行 可以發展壯大的,才是閒人的事業 先說德行,再說事業 德行是在內,事業在外 儒家講的思想是道德不離事工 你不可能只有德行,沒有事業 那今天這個時代 你就要把它想得更為周延一點 例如說 我一直到昨天半夜還在教堆 還在替一本這個書寫著子 我的事業就是我的著作 教學有階段的 教到什麼學生,你不能選擇的 但是出版,這等於是我們的真正的事業 所以這個事業不見得是 對社會具體做的某一件善事 去當官啊,做什麼事 而是你就在自己的本行上去努力 所以有時候我覺得 我們批評一般人也不見得公平 因為我的本行就是教書 所以念書變成一個自然的事情 我常常想 如果我的職業不是教書 並且不是在大學教書 我常常會想,為什麼我要念書呢? 你不念書有一天過日子 每天上班下班的內容都很單純啊 假如我教的不是大學 而是中英軍小學的話 那念書反而麻煩 越念書學生越聽不懂 我不念書學生反而聽得懂 因為不需要講得差不多 這是沒辦法的事情 但是人也不能做實驗 如果我今天如果是一個工人 那我也去念念書 但是這種想法 其實最近呢也慢慢調整 原因就是一位盲人按摩師 我固定的找到替我做按摩 這是我唯一的長期的運動 我身體保持還可以歸功於他 這個錢花的值得 他居然就發現了我是誰 因為我在那種地方都用假名 我不喜歡別人知道我是誰 然後心裡面有一些特別的敬意 我不需要別人尊敬我 你就好好按摩 把我當做一個 這個是有問題的需要你幫忙的人 他一旦知道你是誰 就會考慮會不會太用力啊 或是怎麼樣 那就太難了 就把我當一個普通人 他很用功 常聽收音機 常聽一些CD 聽到整個聲音跟我的一樣 最後才說 你是不是問我教授 我說你終於發現了 他只有按了五年才發現 以前我這個按摩師的享受 按摩還要上課 那誰做的 但是從此以後就麻煩 至少前月半小時都要給他上課 他跟我講他的心得 他很用功啊 最後送他很多CD 他很心的 他把六四掛全部背下 很多窯池都會背 常常跟我聊天聊到說 他最近沾什麼掛 哪一窯 那窯池說什麼 就是要跟他討論 他後來也按了很多退休的教授 有人跟他聊一聊 更得嚇壞 他說你怎麼知道這些啊 他說我聽CD啊 學來了 一個眼睛不能看的人 都知道說聽CD去學習 能學到這種程度 讓一些退休的教授 充滿敬意 別人為什麼不能學呢 在你要不要學而已嘛 就我本來以為說各種行業 他們恐怕比較有困難 讓他們去唸書學習 有點太勉強 要是換了我 我也不見得做得到 但是這個忙人啟發我什麼 這不是理由 只要你有半小時 就可以唸書 不論是唸不唸而已 很多人常常說 這個書唸唸又忘記 忘記怎麼忘記呢 忘記絕不是不好的事啊 唸了都不忘 我常常聽有人說過目不忘 我非常同情啊 滿腦子裝了一堆 不知道什麼東西 過目不忘 有人說晏文學不好 晏文有什麼好學過 第一個字要忘記六次才能記得嘛 這都不知道 你只忘了五次你就不學了 忘記了 對不對 我學過法文德文 拉利文都學過 每次都忘六次就記下來 學習是人生唯一的路 因為人有理性 你沒有第二條路可以走 你不學習 只能靠自己身邊的經驗 聽說現在有一個好現象 就看電視爭論節目的人 越來越少 這個好現象 看到節目就發現 人生實在是 沒有什麼質本 活下去的理由 每一個人都是 這個人是 好像是 什麼都懂 而其實什麼都不懂 腦心中都不太平衡 說出來話 與不見人死不休 好像跟誰都有仇事 這樣的節目 看得絕對有害 所以我看電視 大部分都看那些 好萊塢人無聊的電影 一遍一遍又看一遍 所以今天講說 唉算了 你無聊 別人也知道我無聊 所以這邊講呢 可大可有 就是我們常用的成語 最後呢 他說什麼 一減 而天雅之旅得已 所以 意經有三個意思 它的意 第一是變意 光顧都在變化 第二是不意 變化的規則不變 楊變陰、陰滅陽 這個是老陽、老陰 如何如何如何 這規則不變 第三是意簡 盡量不要說簡易 簡易只有容易的意思 意簡的話就是 容易跟簡單 容易代表什麼 簡單化 因為它有無限的生命力 簡單代表噴化 接受、發展就好 不用費什麼忙 好 到這邊已經把那個 液晶 基本的作用 在人的社會上 產生的影響 做了說明 相印 echo 攝影響 第二段 《色人色化》 出現 前面都是客觀的現象 以及基本的描述 前面開始是《色人色化》 總要有方法 才能掌握這些變化的東西 最怕變化 都有規則 你把方法畫出來,就代表用一個圖像,象徵,可以讓你去掌握的一個範圍。 對於聖人設計畫的圖案,觀察畫像又附上的解說,用於彰顯吉祥與胸後, 藉由剛搖榮搖互相推移而展現變化。 因此吉祥與胸後,是描寫喪失於獲得的現象, 奧無於困難,是描寫反抗於鬆懈的現象。 各種變化,是描寫推進與蕭脆的現象。 剛搖榮搖,就是兩天一,是描寫白昼也黑夜的現象。 因為古人認為最大的現象,像白天,像晚上,白天晚上。 我們現在沒感覺到,到處都是超商,晚上比白天還要美麗,至少還要明亮。 晚上出門,很多人都喜歡台灣,因為台灣的超商將近一萬家。 我一出巷子頭,就有兩家超商,都很大。 那再走呢,大概五六百公尺,又是三家超商。 生活上的一種配件,有這個配件,你在任何地方都覺得很安全。 東西稍微貴一點,但是方便,需要家門口很近。 可現在沒有白天黑夜的觀念,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對養生不了解,但是早睡早起,身體好,這是一定的。 你晚上過了十一點,再睡,身體一定吃不消的。 但是也沒辦法,我們念書人,晚上十一點之後,才開始,自動精神。 白天啊,你不能控制我。 我住的地方,後面就有一家地下鐵工廠,每天都有鋁噴窗。 還好,前面幾年,生意差也差一點。 然後這幾年,我周末大部分都要去外面,這個是不是,演講去。 每人在家待一個,早上九點開始,到下午五六點,鐵工廠。 我曾經去打電話檢舉過,警察來的時候,把工人帶上來,到我門口問我說, 你們兩個談一談,算把和解了,我算把和解了。 我什麼話不敢講,只能說,不要太早開始,不要跳完結束,只能這樣講。 投稿上,人家的生計啊,這種生計是違法的。 住宅區後面弄一個鐵皮屋,就弄一個加工,做鋁門窗。 我本來以為這個,現在柯市場上面,這個是一片光明的圓景。 不知道是不是打電話給他會有用。 我想恐怕是,也是幫不了。 人家住在那邊,人家的生計怎麼辦。 想到這一點,知道這些人,那是我的健康, 我的安靜呢?沒有安靜能夠工作嗎? 所以都被迫,或是晚上才工作。 經常弄到兩、三點,這樣就挺好報銷了。 反正我們從來也不在乎,什麼學術的人才。 學術哪裡有人才? 尤其在文科裡面。 什麼叫人才? 六十五歲退書,對文科的教授, 他如果是一個用功的教授的話,是完全不合理的。 我聽方多美先生的課的時候,方多美先生七十四歲, 思想最成熟的時候,彭勳他的課啊, 就是那種感受,完全難以想像。 天馬行空,畫龍點睛。 就覺得說,世間怎麼會有這麼高的人呢? 他七十四歲。 我們六十五歲,我到現在思想才開始成熟啊。 朋友們沒有發現嗎? 他就馬上叫退休。 然後怎麼辦? 大陸等候我去了地方很多的, 我又知道我家會跑。 這沒辦法。 這不是你願不願意的問題。 孟子在齊國待了一段時間,駐官。 但是沒有實權,發揮不了作用。 最後決定離開齊國。 齊宣王,親自來拜託他。 左先生,請你還是留在齊國。 我在都城裡面替你找一棟房子, 每年送多少錢給你的學生。 給老師前決分之中送給你的學生。 學生千萬不要以為這個送給學生。 這是古書的禮夢。 希望你留下來,我可以向你請教。 很多大臣也可以向你請教。 孟子說什麼? 孟子說了八個字。 自古以來,所有念的書人都在想八個字。 你聽到之後,都覺得孟子真是老不死。 孟子對齊宣王說,不敢擒耳,故所願意。 讀書人聽到在八個字,能夠不善然內下嗎? 孟子說,我不敢這樣向你申請, 但是本來就是我的願望。 我一輩子念書,有了這麼多的心得,目的何在? 就希望你們來請教我,給你們好的建議, 你把國家治好,造福百姓。 我要走的時候,你大王跑來找我, 跟我說這麼多條件,你要留我,是為什麼? 大王是愛面子。 當時這些學者們,這位列伯, 所有這些從楊惠王、齊宣王、一路這些國軍, 都是卑裡厚必,以招賢者。 我很謙虛的禮貌,很重的待遇, 請賢者來我們國家,國家才有聲望, 在國際上才有地位。 他只把孟子當作賢者之意,想把他留下來。 但孟子以為說,這大王真有這個心啊, 就說了八個字,不敢情耳,故作怨也。 多念人傷感,隔了幾個月還是走。 為什麼? 孟子講了很多比喻,叫做, 一齊人復之,眾楚人修之。 就說,大王,小孩子要學齊國話, 找一個齊國老師教他。 一下課,都是楚國的小孩子, 一起跟他講楚國話。 他永遠學不會齊國話。 什麼叫一曝十寒? 天下最容易生長的東西, 我用昏暖的陽光曬他一天, 他正要長的時候, 十個人拿冰箱來把他冰起來。 一曝十寒。 再怎麼容易生的東西,也生不出來。 大王周圍只有我一個孟子,夠嗎? 我一個孟子天天跟你說, 要做好人、做好事。 我一走開,別的人就包我一個人說, 何必做好人、做好事? 先享受再說。 大王呢? 怎麼打得要那麼多人呢? 這是孟子。 最近還有人報了寫文章說, 孟子個性太強, 孟子這個太兇的, 有排他性的, 不過問他不像童子。 說實在,這種看就算了。 你懂孟子嗎? 有時候我們唸書吧, 我今天早上才收到一個人幾分資料給我, 說對倫宇的某些話, 在商榷, 他也特別提到, 到現在還要爭論這些, 實在是, 這個事, 很多人真的是很無聊, 凡沒事做嘛。 我看你寫的這樣, 我就弄那樣, 我要跟你討論一下, 我跟你討論什麼? 你不需要跟我討論, 張在神是你家的事, 說這個說法有五家人都這樣認為, 所以你這個說法不見得對, 一百家人都這樣認為, 跟我有無關。 子猶問孝, 子曰, 今之孝則是為能養, 至於全馬, 皆能有養, 不敬何以別戶, 就那麼簡單一句話, 子猶請教老師, 此各樣做叫做孝順。 孔子說, 現在所謂的孝順, 我先講朱熙的數點, 一般流行的數點, 朱熙的, 聽清楚了。 孔子說, 現在所謂的孝順, 就是能夠奉養父母親。 但是狗跟馬呢, 我們也能養啊, 如果你沒有尊敬的心, 那你養父母親, 養狗跟馬有什麼差別? 你覺得合理嗎? 再看我的註解, 我的解釋。 子猶請教, 怎麼樣叫做孝順? 孔子說, 今天所謂的孝順, 是能夠奉養父母親。 但是狗跟馬也能服侍人啊。 如果你對父母親不尊敬的話, 那跟狗跟馬替人服務, 有什麼差別? 把自己子女比喻為狗跟馬, 叫做犬馬之牢, 這是非常合理的。 哪裡有說, 現在奉養父母親, 跟在家裡養狗跟馬一樣? 你這樣子把養父母, 比喻成養狗跟馬, 這還有孝順的一點點心意嗎? 並且這裡面正好提到尊敬, 不是很反諷嗎? 朱熙這些人, 一路人就這樣說, 皆為能養, 至於犬馬皆能有養, 就是犬馬之牢, 說那個有就是被, 所以狗跟馬都能被養, 從來沒聽過的時候, 狗跟馬需要被養的, 他自己不會養自己啊, 你把狗放出去, 就被野狗, 他活得很快樂啊。 今生孝則是會能養, 就是說我能夠養父母親。 至於犬馬皆能有養, 犬跟馬也能對人有所養, 是這個意思嗎? 要不然就應該舉豬馬, 狗替人開門, 馬替人拉扯, 所以叫做犬馬之牢, 那你如果說把那個犬馬, 當作是你養的話, 你可以說養豬馬, 那我絕對沒一天, 你說現在這個, 所謂孝頓父母是, 如果不養父母親, 但是我家裡也養豬啊, 你不可能追近豬馬, 那你如果養父母親, 沒有追念父母親, 那不是跟養豬一樣嗎? 這是不小之事啊, 我們做父母聽到小孩這種念頭, 立刻就跟他絕交了, 餓死算了, 也不要小孩把我當豬來養, 這種基本的面別能力都沒有, 這種基本的面別能力都沒有, 這講義理喔, 朱鑫號稱講義理的, 什麼義理? 絕對不要盲目崇拜古人, 那是一個悲劇啦, 你要同情古人, 因為他上面有地龍端子, 使他一出發的時候, 他的思想就受到某些狂狂騙制, 我們從小學西方的東西, 完全不受任何影響, 完全開放, 完全思想理性, 他們怎麼能跟我們去比呢? 這不是說, 我們現在沒有人可以去說了, 就覺得自己行的, 不是的, 我們看了幾百家註解, 然後認為說, 只有這個說法是可以的, 還有人弄一本來寄給我, 我經常說到這種東西, 說到的時候心裡想, 你要跟我談, 跟我學生談都沒有資格, 就一句話, 我有些學生, 將來這個會替我做一些這樣的事, 要找我談, 先跟我學生談, 先通過哪幾個, 學生再來找我, 一個念書人一輩子教書, 到現在要退書的, 這種自信都沒有的話, 代表是混的, 這麼簡單, 混, 要混很簡單, 天啊最好混的工作就是教授, 你不要以為我講假的, 我有一個朋友的朋友, 在美國芝加哥大學, 然後到政治學博士, 各位, 像芝加哥大學這種, 都是算第一流的, 我的耶魯當然是第一流, 那個第一流, 很難念的, 他念到博士, 回到中部一所私立大學, 拿到聘書的時候, 就公開說了一句話, 這一輩子不再念書, 這一輩子不再念書, 為什麼, 前面念得太苦了, 然後呢, 現在教你們大學生什麼, 不念書更容易教了, 念書越來越難教, 跟學生距離越來越遠, 同學們根本, 跟不上, 為什麼我說跟不上, 因為, 哈佛大學的學生念書, 有本書, 哈佛大學的經驗, 怎麼說, 上課一小時, 回家念書兩個半小時, 你試試看, 我不敢要求, 或者要求希望建立一個台大的標準, 但是我要求書, 拿不及建立, 就是上課一小時, 回家念一小時, 我現在問, 這門課, 我們不要算三小時了, 到晚上兩小時, 每週在家念書, 念這門課, 有兩小時的請舉手, 學課的朋友, 我看不到十個, 您算是很傑書的臺大學生, 臺大學生的楷模啊, 這就是我所看到的, 發誓不在念書, 這樣的人只是找工作而已, 有什麼意思呢? 我當老師只有一個座右銘, 希望同學們記得這句話, 對我的評價上, 我當老師開始,到現在只有一句作用名,是比學生更用功 你相不相應,那你家的事 什麼叫作用名?做不到的事就是作用名 努力做,至少我努力再做,要比學生更用功 還有第二句話 右搖的活動,代表了三個層次的必定位,三極之道 三極之道,也可以稱為三財之道,都只層次,天、地、跟人三個層次 第3頁 師父君子所聚而安則,畢之虛也,所惡而挽者,搖之辭也 師父君子聚,則關其下而挽其辭,動,則關其辯而挽其真 是以至天由之,極無不利 所以,同學們要知道,土人啊,生活的情況,每天怎麼過日子 你看 君子所安心進處的是,畢經顯示的位序 畢經流失掛網,你每天看這些 他所樂於王位的,是掛藥池的內容 每一句話,都要膽附的去想 你看這句特別重要,君子自顧 君子進處時,就觀察掛藥的圖像,並且王位其中的語詞 所以,在家裡面,首先隨時擺了畢經 沒事的,就翻一翻,這個掛藥的圖像,怎麼樣的結構 並且,裡面的語詞,就掛詞搖詞,你要去玩味一下 這句話,所講的每一個字,什麼意思 第2個,行動的時候 行動的時候,就要觀察掛藥的變化 王位其中的沾焰 所以,同學們將來學會沾掛之後 有任何問題,沾掛 沾掛之後,接下來了 接下來了之後,就王位 他後面的變化,跟你隨便所沾的是不是符合 所以,上天為保佑他 即將而沒有任何不利 這邊講的上天,代表 畢經還是有骨蓋思想的影響 認為上天,不是天空而已 不是自然界的天 沒有什麼好保佑不保佑的 能夠保佑不保佑的 一定是你的行為相對的適合他來保佑你 代表這個行為是正當的 像前面所說的 進處時如何,行動時如何 這個天一定是一個有意志的天 如果不是有意志的天 就別這麼好保佑你了 而這個天跟孔子所謂的天 五十二是天命 君子敬畏天命的天 是一樣的意思 所以你要怎麼樣做呢 結論就是 你看這句話就知道 我們常常說 天助自助者 你要先自己修養自己 天自然幫你忙 這是一個基本的觀念 這觀念是普遍的 不是說你去拜拜,天保佑你 沒那會死 先天而天浮為,後天而奉天時 天且浮為,而況於人物,況於鬼神物 正天也不是純粹的天空而已 因為古遍的天的概念 是比較完整、比較複雜的 不是單純的自然界 我記得我們也寫過 這個天虎幾個層次如何發生 寫過沒有? 沒有寫過? 古遍天 那大家記得這個 這是這個火焰六的先得 是我的獨門功夫 但是一說獨門功夫 你就要小心 我們天下沒有人認同 但是郭老師有這個責任感 自己認為最好的心得 所以朋友們記得照 那些蛇 但是蓋壁 也是我們今天下廊 那些油料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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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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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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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